一例休明年元旦後要上路 新正義在福縣 有勞工問 本來給勞工休息的休息日 答應雇主上班 後來不能去要請假嗎 休息日現在是一個新的制度 所以我是請我們同仁 在一個禮拜之內 那麼還是邀請專家學者 大家來研議一下 勞動部說 從常記憶 因為休息日需不需請假 差很大 舉例來說 小張原本答應公司 休息日出勤8小時 後來只做6小時 招一例休算法 工作滿4小時 就得給8小時加班費 但若是請假概念 小張提早離開2小時請試假 公司得不給薪 病假則給半薪 加班費反而會被雇主扣 不滿8個小時 我本來協議好要上8個小時 那到最後 後面幾個小時的薪資 我到底要不要退 這也就是我講的 如果用請假的概念的話 我們擔心會 傷害到勞工的權益 現在已經上路了 你才在說 我一個禮拜之內 趕快來研議 這不是你本來就應該要做好的工作嗎 我們希望勞動部接下來在解釋的時候 不要再出現 七休一這個問題 也就是不要再做出 預約母法的解釋 勞團認為 勞動部新函是內容不該預約 修法精神 講大白話 休息日早退 加班費還是得給好給滿 但雇主恐怕有不同意見 一例休各項爭議 跨完年恐怕還繼續 記者綜合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